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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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在法國有一個昆蟲學家 他全名叫做法布爾 這個昆蟲學家有一個實驗室 很出名的 叫做無無蟲的實驗室 這個昆蟲的實驗室裏面 做了一個很簡單 但是結果很震撼 法布爾 他將很多的無無蟲 放在一個花盆的邊 花盆的邊 自然就是一個圓形 這些無無蟲就是 一條跟著一條 即是說 無無蟲的頭 跟著無無蟲的尾 他們沿著花盆的邊 來打圈 很自然地 一個跟著一個很有秩序 昆蟲學家 亦都將 這個無無蟲的行為 給一個有趣的測試給他 就是在花盆的邊 側根裏 製一些無無蟲 最喜歡吃的蟲葉 而這些蟲葉 是他們平時最喜歡 用來吃的 每一條無無蟲 都看到 有些蟲葉在旁邊 但是很奇怪 他們仍然很乖乖地跟著前面走 而是不會走出去吃蟲葉 那你說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可以 但原來 他們一日 兩日 三日 都是這樣跟著走 即使他們感覺到飢餓 都繼續這樣走 似乎已經成為了他們的習慣 悲哀的事情是發生過 七天七夜之後 這些無無蟲開始慢下來 亦都這些無無蟲 每一條都開始死去 很明顯 他們就是一個常規 在一個習慣裏面繼續生存 即使有其他的方法 是離開這個規律 他們都不嘗試這樣做 我在想 罪惡是否這樣的 罪惡就好像一個成癮 是每一日 習以為常 自己就跌到罪惡的泥章裡面 可能我們的良心 我們裡面的美善都提醒我們的 但我們沒有動力去為自己做一些事情 詩篇的第一章第一節就是這樣說 它說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助涉萬人的座位 非常之的提醒我們 就是不從 不暫 不助 因為只要你 走進去 走進去 罪惡的試探裡面 你就好像木無叢一樣 在一個圈子裡面 唯有耶穌基督的愛 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從泥章的罪惡裡面 將我們請求出來 所以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清明的心靈 很清楚知道哪些地方不應該在這裡 哪些地方我們可以去追求 就是上帝在那裡的地方 我們才會重斬和座位 我們才會重斬和座位 拜託